我先把三个圈圈起来 我上礼拜有给换月帅哥 他 是我兔宝宝出问题我忘记今天 如果你是我的YT会员我会给你玩一个专属YT会员能玩就只有YT会员能玩 就10个位置里面 我会用红笔圈三个位置 如果你挑位置刚好挑到那个 那个位置有全红笔我就会送给YT会员一张周卡 你一个月加入我会员一个月里面我最多给你玩两次最多两次我都会照会纸本记录一下 阿七帅哥今天两场都给换月玩今天两场你你玩下一次玩下一次 因为没关系都有机会都有机会 你兔宝宝宝后面还有一万五千订阅那个猜猜乐 很多很多都可以玩没关系 今天两场都给换月帅哥玩 好我再讲一下等一下兔宝宝聊天室只会打三句话 一个是聊天室点名 第二句话是周卡猜猜乐开始 第三句话是猜猜乐结束 请大家聊天室不要说画面 第2个我再讲一下游记规则我每个礼拜都会讲一下不要说到时候你被我剥夺掉 全力 在那边心情不好 第1个你心里就默想一个数字1到10没有0 你就坚持到底 比较你第1次打1 第2次打1 第3次打1你打个2次到3次 1 我还可以接受因为有时候你怕被吃流眼吗 你不要打了10几个1我会觉得整个萤幕都是1我觉得 你好像故意来闹场 那我就会取消你获得奖品的资格这是第1个事情 第2事情 你不要一次打1 一架子打2 一架子打3 一架子打4 一架子打5 如果有发现我也是取消掉你获得奖品的资格 就是这两点而已 就这样啊当然不管 结果怎样 请就要遵从游戏规则 就是这样 好准备了 准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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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聊天室点名 收卡 收卡 拆拆的开始 拆拆的 结费 入 好我请我们换月帅哥 选出我们第一 第一位ZOKA的奖品获得者 一到十选一个位置 第四个位置 等一下有中到ZOKA奖品的人要 感谢一下我们换月帅哥 顺便也可以 订阅一下他的YT频道 他本身也有在经营一些YT的频道 可以去关注一下他的 频道 关注一下他的频道 然后等一下 这个位置里面如果换月帅哥他挑的位置上面有圈一个红笔 那我就会给他一个YT的那个 专属的会员 你就一张周卡 我这个就拆拆了 你加入我YT会一个月我就给你玩两次 玩两次 好你们先看我 1到10有没有写出 1到10数字有没有写出来 我刚好是198 7 6 5 4 3 2 1到的写 198 7 6 5 4 3 2 1到的写 看清楚一点 所以换月帅哥他挑第4个位置数字是7 所以请我的观众跟管理员跟老观众帮我看一下 不要 不要看你们的手机要点我的直播回放我再重复讲一下 看你们的手机是不准的要点我的直播回放 看我的拆拆的开始到结束的中间 也是第1个拆数字7的人 然后换月帅哥你第4个位置刚好没有圈到红笔嘛所以就 就没有拆中会员的专属里 第5个位置就有 好我们看一下也麻烦我等一下吐宝宝 谁是第1个拆到数字7的人 是好吃薯条吗我看一下 第1个拆到 不要点你们的手机要看我的直播回放 好恭喜好吃薯条 不要点 不要点你们的手机要看我的直播回放你点你们手机我认为你是第1个拆对的 好恭喜好资薯条 好资薯条感谢 选位置的人 感谢选位置的人那个 快乐帅哥要感谢他一下因为他挑位置挑到你 1757 805734 其实拆拆的有些人 也会讨论说有什么绝窍 我认为没有什么绝窍就运气 就算你是第1个 发言的你也 一到十数字也不代表你是第1个拆对那个数字 所以真的有什么 有什么绝窍我觉得就是运气 第2个就是你多来看一下我的直播 你多参加多参加你的机会就会高一点 然后兔宝爸有发现一点 这兔宝爸分享一个 我经营B5这11个月的一些心得 像本身你担任我的管理员的人我发现担任我管理员他中奖率都比较高 为什么吗你知道为什么我有研究因为 你本身会担任我管理员表示你对我的频道就比较支持 所以每个礼拜直播我的管理员大概都会来参加 所以他参加的机会高所以他 他中奖率也会高一点 我发现有时候我自己在看嘛其实我的管理员 中奖率都蛮高的中奖率都蛮高 等一下等一下好 我站你聊天室画面我专心处置我不要我不要讲话 如果你让我心里akan的关系 商务理员 我经验他 我都把8邊鑽進去 我比较好奇一点 为什么你订阅高 为什么流量比我还低 因为兔宝宝不是专门拍V5的直播组 其实就是这样 其实我不是专门拍V5的直播组 因为兔宝宝的频道 其实经营的蛮广的 其实我V5的流量还输我的天堂恨 我天堂恨的粉丝还蛮稳定 因为我不是专门拍 而且我又是专门举办 举办比赛送奖品的直播组 没有像技术型的一些 所以我的影片流量还会比较 可是我的直播的流量还算蛮稳定 如果你们在观看我每个礼拜直播 其实都还蛮稳定 因为我不是专门拍V5 专门拍V5的直播组 其实 地域行会问这个有可能他对自媒体经营有可能有比较有看法 其实兔宝宝不是专门 专门拍V5 而且兔宝宝的风格比较不一样 你们会单纯用V5来比 你们会认为我的订阅数应该都是靠V5 其实 我个人认为我的订阅数高不是V5 因为其实我有在庙会 我都接到一些游戏的业配了 我还有接到庙会的业配 所以我在庙会跟其他游戏的业配 我都接得到业配了 就表示我在其他游戏的一些流量 有个人都比V5这边的流量还好 而且你们看我庙会的 我不知道你们对庙会有没有认识啊 如果你们有在去看我们的庙 我们庙会邀请我们去当助理的 其实都是一些很有名的大老板 都是一些知名的影剧公司 所以兔宝宝都有办法去那边做助理的直播人员 然后表示知名度其实也没有到很低啊 也没有到很低 所以我不是 庙宝宝宝不是专门拍V5的直播组啦 不是专门V5的直播组 对啊 我也觉得有点 有点蛮夸张的 有点蛮夸张的 对对对要作用要多 其实 其实真的 真的 其实我个人是我有跟 我目前好像在我聊天是有两位小帅哥 三位小朋友有问过我金影智媒体 我好像跟那个文文章 还有宽乐帅哥 还有宽乐帅哥 我有分享兔宝宝在拍 拍金影智媒体 我有一位偶像 我有一位偶像哦 我可以分享的叫彭 彭玉凯 他是拍生活直播的他 他真的很强 他的影片根本没有什么人在看 后来我才发现他的粉丝 就是百分之六十左右都是外国人 他的你们有空可以接下 真的我五年前开始 我就觉得哇 他的影片真的很生活 不上字幕也很简单 可是他靠游戏流量 他赚好多钱哦 你们可以去看 他光看住十亿人士哦 你们去看一下 所以我 我也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而且我有些经营 频道的风格也是模仿他的 也是有一点 算模仿他啦 模仿他 好 抱歉抱歉 晚一点 我再 你们如果对日媒体有兴趣 我再回答你们一些问题 那我就 我先专心处置给 给我们好吃薯条 哎抱歉 先等一下 可是没关系没关系 其实哦 现在社会是结果论啦 是结果论的 其实每个人对 像有些人会觉得说 我拍的这么努力 影片剪得要死 但是我画面做的比谁还好 为什么我的流量 但是我订阅数冲不上去 但是说 就这样打个表情 我经营要死 为什么B by the B 我都全不上 但是其实这是人的本性 这是人的本性 这是人的 那都没关系啦 就像 有些人刚刚 就像 哎 为什么兔宝爸觉得 他影片我剪的比兔宝爸 为什么兔宝爸接的到业配 哦 我接不到 所以这有时候真的 也蛮好奇 可是我觉得要努力 我常跟看我频道的一些小帅哥跟讲 一定要坚持 一定要努力 不要轻易的删片 这点我都一直在讲 等一下好接触条 你的UID我又没有讲座 我都输入不进去 呢 好等一下我先专清楚 你的UID是175 57805734吗 哦6717 哎你打清楚一下 我好像 用不进去 好175 780 6734 哇难怪难怪 好OKOK 好175 7806734 好175 对我应该只是打5734 对好 我了解难怪 我刚才输入好几支都输入不进去 好好好 好今天等下我先赶快 赶快 赶快儲值一下 175 78064 好我先儲值给 我先赶快 对好先等下 抱歉我看不到聊天室画面哦 我先 先赶快 我先赶快乐 因为我鼓励哦你们如果对自媒体有兴趣不要放弃 就继续经营他走出自己的风格 可是我讲一下 我觉得V5的游戏年龄层是比较低啦 就是 平均游戏的年龄层 就是观众粉丝 所以你们 比如说喜欢看我的观众的粉丝 你们 你们平均 经济能力比较没这么高所以 业配的方面 讲白点啊就是我的粉丝你没办法给我 业配你顶多就懂那个10块20块给我 如果你是我的庙位的直播的粉丝有可能你觉得我的影片有记录你 要我去帮忙 写助之后当个助理一场有可能就是3000到7000或者是5000或者是1万块 我就是去拍个庙会影片都要一段 有可能就3000到1万这样 所以粉丝群嘛粉丝群 所以 粉丝群我觉得粉丝群很重要啊 你说今天我的粉丝群都18岁以下 今天我 我像卢哥一样推一下我自己的背包 一个背包要1000块 有可能 有可能买得起的观众群也会比较少一点 所以我觉得粉丝群也蛮重要 粉丝群也蛮重要 好原来我刚才出入错难怪 没办法 难怪刚才好是除掉 我都出入不进去我都觉得好奇怪 我都出入不进去你 除此成功 炒制薯条除此成功 哦 好 下一場 好ok 注意你下一場 那阿七帥哥在嗎 阿七帥哥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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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七帥哥 換月帥哥要出門了 我們 我們下一個 如果阿七帥哥不在我就給另外一位 抱歉剛才 補值比較久 好 準備了準備了 如果阿七帥哥不在的話 等一下我就選一個觀眾來挑位置 好準備了最後一場最後一場還有一場還有一場哦 還有一個抽卡猜猜了哦 聊天室點名 請 搜卡猜猜的開始 拆拆了結 入 好我問一下我們阿七帥哥在嗎因為我阿七帥哥 還剩最後一次 最後一次的 YT會員的次數 如果他在的話我就給他如果沒有我就選一位觀眾來挑位置 好 阿七不在那我選一位 觀眾來挑位置 好我們今天選 雲宥 王雲宥帥哥 王雲宥帥哥 麻煩一到十麻煩請你挑個位置 王雲宥帥哥 一到十麻煩打清楚你又打你要第幾個位置 王雲宥帥哥 王雲宥帥哥 好OK 等一下有中獎品的 觀眾要感謝一下我們挑位置的 YT會爸爸是專門舉辦比賽中獎所以我的直播風格非常簡單啦 就 你會發現每每個禮拜直播講的話都 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不會有太大的變化 主要就是跟大家講解一下 遊戲規則希望 就是有些新觀眾有可能他比較不了解 我就是希望大家就是 照尊崇 遊戲規則走 尊崇遊戲規則走 送獎品杜寶寶寶寶寶就儲值給你 好第3個位置 因為我有用紅筆圈起來 可是這一次剛好 我們兩個會員不在啦 換約要出去 你們要先看一到十 你們先看一到十有沒有都寫到 我用紅筆圈那是要給我YT會員玩的小遊戲 YT會員玩的小遊戲 好第3個位置我目前看是 數字5 請不要看你的手機 要頂我的直播回放 好要頂我的直播回放哦不要看 因為兔寶寶有設延遲 然後你到你那邊手機有延遲有可能你會認為你是第一個猜到數字5的 要頂我的直播回放才會準 好我們請我的觀眾跟管理員幫兔寶寶寶看 我的猜猜就開始到結束中間誰第一個猜到數字5的 小木木是你嗎 哇有有中獎品的要感謝一下我們雲幼帥哥我們看一下 我看一下 真的呢小木木好像真的只有你猜 好小木木來留下UID 喔沒事 其實 其實兔寶寶是 前 前幾個月第一次看到郁航的這種啊我不曉得郁航在 在你們VB這麼有名啊 是比較有真意性的 我兔寶寶有稍微去拔一下 其實 其實喔有時候我們當自媒體的人要要經得起大家的公平 其實 來我的頻道就不要不要討論 太多 別人的不好 喔就是來我的頻道就是盡量的就是 就是遵從我的游記規則領獎品就好 不要在我的頻道比如說罵別人還是 還是怎樣就盡量就大家公平競爭 對要謝謝一下 那個雲幼謝謝一下雲幼 然後 兔寶寶分享一下 你們如果真的其實兔寶寶這一年都有分享給我們VB 因為你們VB的 年紀我覺得真的蠻小的啦都在 18歲以下其實我我認為你們對於自媒體 一定要堅持下去啊走出自己的風格 簡直的風格可是我我我跟你們分享一下因為 因為 因為我目前看因為兔寶寶是先經營天堂很多年其實VB的遊戲族群的 消費能力真的有比較低一點 比較低一點 也比較低一點而且他的競爭又大 競爭要大所以你要在VB裡面能 散肉頭角 真的會比較辛苦一點啊比較辛苦一點 所以你們一定要努力拍片 努力進行這些自媒體當然第一個就是要以 明人堂為目標嘛 可是進明人堂能不能賺錢這我不曉得 能不能賺錢我不曉得 我也不曉得能不能進明人堂為你們 先不要說 買一臺汽車就好不要說買房子啊 竹寶寶已經買兩千房子 當VB的 那個明人堂能不能為你們賺到一臺汽車 我也不知道那業配費用格 所以你們一定要多一些嘗試拍一些生活 我覺得生活頻道 是如果真的做得起來 真的你的業配會比較多 比如說你還可以接訂冰箱 接一些戶外直播 就是一些什麼 啊你如果專攻V5當然也是可以啦 可是V5的 競爭真的蠻激烈的 哦真的蠻激烈 所以進明人堂是會送鑽子 可是那個鑽子其實 白一點 這個都其實以我們這種 有連接環境那鑽子沒有到很多錢 真的沒有到很多錢 你接一場接一場我接一場其他的戶外業配 就三千五千 但是還有一些你知道可以買鑽石可以買多少鑽石嗎 我覺得房卡 我覺得房卡 房卡是蠻重點的 我覺得房卡是比較重點 不然鑽子其實真的 我覺得 沒有到很多錢 這真的沒有到很多錢 你看我們天常M 我在我們天常M的 直播組裡面我流量也都應該沒有到前10米 啊我們天常M的 直播組前3米他們訂閱數都1萬多而已 1萬1萬到3萬 他們的連收入大概都應該在200萬到300萬 因為他們我們天常M的 粉絲群他們的年紀都大概是降度保 年紀都是 30歲到50歲都是 有可能都是 都自己比較有經濟實力 所以他們每個月花在天常M裡面 你們如果有在看新聞啦 有些大佬一個月是課好幾百萬 好幾百萬台幣在玩天堂 所以他們有些遊戲 他雖然 有些遊戲的直播組 或者他訂閱數不高 可是他遊戲族群 消費能力很強 所以真的 要多方面經營 多方面經營 好我趕快儲值給小萌萌 好感謝今天有參與遊戲直播的觀眾 如果沒拿到沒關係 他等下禮拜 好聽了我1萬5千訂閱 1萬5千訂閱對大獎是五張月卡 是五張月卡 嗯 我我先儲值給小木木 我先儲值給小木木 好感謝 在組織這個都要很小心 不要按 木木要等一下喔 儲值成功 然後跟大家講一下今天的多人那四位要等我今天晚餐過後 我再慢慢儲值給那四位 就是阿賢跟凱翔跟AKSIA NG 那個歐陽藝遠因為他沒有來留言所以 所以沒有訂閱嘛所以就取消他的獲得獎品資格 兔寶寶應該訂到10月份 其實兔寶寶這陣子假日也買因為兔寶寶下禮拜還有 一場廟會活動的邀約 還有一場啊然後10月份也有兩三場廟會活動的邀約啦 所以應該要等10月份因為我下禮拜也很忙 我下禮拜有一些 有一些活動的邀約很多我也有一些邀約要做 自從兔寶寶YT訂閱破7000以後就 我真的有些打工賺錢的機會有可是真的有一點忙不太過來 我真的兔寶寶連這陣子的影片也剪得非常慢 我真的也剪得好慢 真的很忙真的很忙啊這陣子又在 又在充那個黑神話悟空的流量這陣子黑神話悟空的流量真的很恐怖 我真的兔寶寶這陣子靠黑神話悟空真的也增加很多那種美國人的粉絲 所以兔寶寶這陣子真的很忙 所以10月份的那個15000訂閱應該是訂到10月份我會提早 3天到5天會在我的YT直播公告 如果你們有看到我的提早公告你們再多來我的YT頻道多看一下 好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